前阵子的周杰伦为TFBOYS创作的新歌《盛夏的盛夏》一发布就在网上火了起来 这我们才知道原来TFBOYS本身也是周董的铁粉 近日TFBOYS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言语间也是三只不离周杰伦 Hello 娱乐新听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TFBOYS 盛夏的盛夏 一来到我们的耳边 那股子浓郁的周董味就仍仿佛穿越回到十年前 不只是TFBOYS和周董的粉丝们都对新歌爱不释手 却连三个小男孩自己也仿佛着了这首歌的魔 超级喜欢 我真的是一直听 我有一次出去就看我爷爷奶奶在车上 那个连蓝牙都一路地放这首歌 其实周杰伦本就是TFBOYS的偶像 回忆起在舞蹈排练室见到周董 黄俊凯讲着讲着就又把自己给说兴奋了 当天其实没有跟我们说过 今天要来探班吧 周董 对 然后我们在里面待了好久 然后都没有人一叫我们来跳 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来了这个地方又不来跳 黄俊凯然后16岁多高一米 结果突然一声 哇塞 就很强的现场 突然一下全场就安静了 然后就看见了 然后我在他背后看了 因为他背就感觉很有气场的感觉 也不敢就是跟他讲话 紧张是见到偶像第一眼最大的感觉 于是三个人全程都保持 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放空状态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 板笔脚身来了 就是我选周杰伦就想到这个词 跳起舞来动作也是略显僵硬 而当了爸爸的周董 见到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 瞬间就有点富爱泛滥了 心童的连连吐槽工作人员给TFboys安排了太多工作 亲自买了奶茶 喂老三个小伙子 还努力搞笑来化解TFboys的紧张情绪 他其实看似就是一个比较冷的人 但其实他私底下就比较一个好笑的一个人 我应该怎么能去试灵夜市玩 哎 不错哦 夜市逛街然后学院吃吃喝喝的嘛 对啊 还有些我的超白店都在黑地逛 随便拿 还有餐厅随便吃的 这么一来本就是真爱粉的三小志 但是对周董更加是爱爱爱不玩了 娱乐圈天地重庆独家采访报道 这凑在一块哪只半壁江山 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整片江湖啊 这边不是太häng涉嫩 感谢观看